刚刚提到VBA 也是两个按钮 如果我今天希望 有一个按钮是输出 不过输出的话呢 它输出的结果 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式 那这个公式的话怎么来的 这个公式实际上就是刚刚做完之后 只是说因为 我将来只是要产生一个按钮 自动帮我执行 底下所有一样的动作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当然这个按钮里面 不外乎就是第一个 这个按钮里面第一个 不外乎就是 For I 等于哪一列到哪一列 当然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回圈 这前面都讲过了 然后15到19 然后有个for I 等于15到19 然后enter两下NAS 输出到哪一个出生格 输出到那个第Sales 然后I列的这个DH栏 那输出什么东西呢 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地方第一个一样 插入一个模组 所以前面都讲过了 所以模组 然后再插入那个程序 程序的名称也许叫年龄好了 好 OK 那这个年龄的话 里面就是什么 就是这一段 其实基本上是这一串 就是在哪一个出生格 在I列的H栏里面 输出什么东西 那其实输出什么东西呢 输出我们要的公式 这个公式呢 基本上在这里 这么一串 那可是特别之一 你要把这个公式放在那个 那一个算号里面之前 你可能要先做一点事情 什么事呢 我前面有讲过 另外两个原则 如果你要把公式 利用按钮输出的话 第一个 如果里面呢 本来就有双引号的话 要不要像这些双引号 要把它变成两个 要不要 这一个两 这三个 很多 一堆 全部都要改成两个 第二个是 它本来的列号 现在因为在第15列 所以它一定会固定在15 但是你这个15 你不能永远是15 你变成要把它 用什么呢 用I来取代 那I你不能直接丢在这里 那怎么办呢 跟刚刚原则一样 有没有 双引号双引号移到中间 endend 移到中间 把I放进去好了 只是VBA end前后要空白 你就把空白加上 答案就做出来了 OK 逻辑之道了 那所以我示范一下 给大家看 其实说真的 你要这个 这东西其实真的不难 但是你不要做错 一做错 那就会无穷回圈了 因为你会一直 打步你重来好了 发现有同学 好像做到一半 然后做错了 怎么办呢 我建议你干脆重来好了 不然 卡在中间也不是 你做 又回不去 也上不来 OK 所以 我做一次给大家看 你就宁可慢一点 因为我上课 有时候没办法很慢 而且有做熟了之后 有时候很快 那不是你一定要这么快的 你可以慢一点 没有关系 宁可慢 也就是宁可正确 慢一点没关系 那我的习惯是 先把它复制 记得按取消 这个取消 因为如果你不取消的话 你要切到VBA就切不过去了 对吧 从前 通常有同学这样 是我VBA坏掉了 不是坏掉 因为游标还在这里 轻易按取消 你就可以切回去了 就不会有问题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因为我要把那个取代成两个 那我前面讲过 我的习惯会用那个记事本 有没有 记事本里面有个功能 就是叫什么 取代嘛 那这样最快 因为你要一个慢慢看 一个变两个 之前我教的时候是 我还是那是从头到尾 慢慢慢慢弄 后来发现 连我这么细心 其实我也不算细心 连我都做这么熟的 还会发生错误 那可见的应该用 其他的方法 所以我用这个方法 取代 全部取代就好了 OK 那你按一下就好了 如果你再按一下 它变成四个了 OK 好 第一个 第一关过了 全部都取代了两个 你不用 一定不会错的 我想 因为电脑就这样 它不就是对 不就是错 不就是可以执行 不就是不能执行 它没有中间值 没有灰色利带的 第二个的话 就是把这个什么 把15改成I 那我讲过了 15先一选起来 跟刚刚那个N很像 双0号双0号移到中间 endend再移到中间 加个I 可是VBA里面 它end需要怎么样 空白 所以你就再前后加空白 那因为做过一遍之后 后面呢 因为还有很多个15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所以你可以把这一个怎么样 复制怎么样 贴过来 贴过来 就完成了 但是记得 那个选 差一个字 就不对了 所以记得 头尾 一定在 双0号双0号 OK 然后呢 就这样 Ctrl C 看到15 贴上 看到15 贴上 好 做完了 再把这一串 贴到那个双0号中间 那按下去 它就会自动往里完成了 也就以后 你只要 你只要是类似的 就是你已经有做好 很多公式 那你希望把它变按钮 其实做法上都一模一样 好 做完之后呢 把这一串 复制一下 再贴到VBA的这个位置 贴上去就好了 不过它有个问题 贴上之后怎么样 它变成公式太长 那之前就有同学怎么样 想说太长了 然后他想说 不然我在这个税的地方Enter 移开 不行 为什么 因为 这个地方在VBA 它不能随便按Enter 如果你按Enter 它会把它当成两行 是不相 就完全没有相干的那个两行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要把它按Enter 还必须要注意几件事 在哪边按Enter 就不会发生错误 贴上去之后 就特别注意 它有个规则 就是你只要在空白 空白 空白后面加个底线 按Enter就可以 但是你不能够随便的空白 不是里面 Excel里面的空白 通常我会在I的前后 通常是I的后面 比如这个I 刚刚贴上这一串 第二个空白 我习惯在这边 加个底线 一定是空白 加个底线 你在这个底线 Enter过 移开 没事 但是你如果不对的地方 做Enter 它就犯错 特别说 关键在这里 刚刚我只有加一个什么 所以你要找什么 找一个空白 我的习惯是在I的这个空白后面 你补一个底线 底线Enter 就可以了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它这边是一个空白加底线 那空白是原来的 底线是后面补的 OK 你这个时候按Enter 它就会帮你把下面那一行 跟上面那一行 当成是同一行 但是如果你少这个底线的话 底下呢 它马上变红色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诀窍 我通常我看CVBA的书里面 这个部分是没讲到的 你们去翻书里面 没有地方告诉你 那为什么知道 因为我写了超过20年 所以这东西的话 哪些有一些什么诀窍 怎么写会比较简单 我会尽可能的 跟各位分享 因为这有些东西说真的 书里面 难免会教你绕远路 绕一大圈 明明这边走到小南门 从这边穿过就可以了 它可能叫你先去搭捷运 搭到台北车站再绕回来 小南门到了 有时候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怎么写会比较简单 我想各位试一下 那刚刚主要就是说 一样在VBA里面 产生两个按钮 这个按钮的话 最后做出来 其实就是把它按下去 清除会比较简单 输出 OK 那这两个按钮的做法 第一个不外乎就是 把这个拿来做修改 改的方式 我是用记事本来改 贴过来 然后第一个就是取代 一个变两个 第二个是把15改成I 然后呢 再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的那个 这个 有没有 这个后面 记得要是 原来是这样 双以后 把它贴上 就是刚刚那一串 做完之后 你把它全选 然后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 应该就可以walk了 基本上你当然 但你不管它 那个空白 其实它能不能执行 也可以执行 那刚刚那个地方只是因为 比较龟毛 而且之前有同学问过 所以我就 跟各位补充啊 通常在这里 加底线 Enter 好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